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药物基因组学检测与精神类疾病精准用药 那我们也非常的荣幸邀请到了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的陆珍教授 担任本期的主讲嘉宾 那陆珍教授呢是精神疾病领域的知名专家 博士生导师教授那也被誉为同济名医 陆教授呢同时也拥有多个学术头衔和行政职务 那相信大家在我们前期的webinar预告中已经对陆教授有所了解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在这里呢就不一一介绍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陆珍教授 那么在陆教授讲课的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线上的朋友们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通过直播界面的向导师提问这个窗口发出您的问题 陆教授会在会后呢给大家进行一一的解答 那下面我们有请陆珍教授 好的谢谢主持人各位同道有来自我们上海的 也有来自我们兄弟城市的 有我们可能精神医学领域的 也有非专科的领域的同道们 那么也有院长主任医生 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一并 我们在线上跟大家问好 那么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有关要精神医学方面的 这样一些内容 有关精神医学这个检测 应该说大家可能最早是从种留学治疗领域方面 比如说精准医疗 这个精准医疗我们靶向治疗 可能是我们最早可能能够获得这样一些信息 那么其实在我们精神医学领域当中 同样这个药基因主学的应用 现在也是越来越广泛 而且对我们临床实践带来越来越多的一些好处 所以我今天有幸从三个方面跟大家做一个讨论 我想第一个方面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现在在我们精神疾病药物 这个基因主学方面的检测 这个状况是怎么样 它的实际的临床意义又是怎么样 大家都知道其实中国精神障碍的患病的状况 应该说还是不容乐观 那么在2009年《柳一刀》杂志上 我们中国的四个省份的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是由菲律鹏教授 Michael Phillips 他是一位加拿大的学者 但是他在我们国内已经生活了三十多年 那么他在这个杂志上公布的一个结果 发现了中国有17.5%的人 罹患有各种各样的精神障碍 其中抑郁症 焦虑症 药物的滥用 以及精神分配症 可能是相对是占到主要的这样一个 结病的一个状况 那么这就告诉我们 大概总体上有两亿以上的患者 罹患各种精神障碍 那么对于目前精神疾病的一些治疗方面 我们其实还存在了很多的一些 未达到需求的这样一个状况 第一个就是药物效果不理想 因为我们发现至少30%到50%的精神障碍的患者 对药物的硬搭或者对药物的反应 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 那么这就需要我们能够更早更快 更准确的来进行药物的选择 哪些药物是适合于哪些患者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需求 第二个就是药物的不良反应 我们经常听老百姓讲 四药三分毒 但其实每个药物它的一些药带药效 它的一个药物的不良反应 产生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个体差异也不一样 那么如何把这样一些不良反应 控制在比较可控的范围里面 或者尽量避免这样一些 严重的不良反应 那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技术 需要有我们的一些技术的一些支撑 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当然这个路可能是有点长 但是如果我们通过一些 比如说像药物精组学方面的一些线索 或者一些依据是有可能从精准医疗这个角度 能够往前迈步的 那么首先我们来讲什么是基因主学 那么其实它是以药物遗传的一个多胎性为基础 以药效和安全性为目标 从基因主的一个整体的角度 来研究这个基因突变 跟药效和安全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因为我们作为医生 我们经常会讲这个疗效怎么样 它的这个不良反应怎么样 其实这些都是跟基因的一些多胎性 基因的一些突变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右边这个图示 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药带动力学和药效学往往决定了 患者对于某种药它的一种反应 我们叫硬搭 以及它的一个毒性 在个体当中的一种不同的一些反省 所以药物精组学它主要是研究 它对于人类 这个疾病的治疗方面的这样一些问题 而且我们是不是能够更加贴近 不同个体的适合哪一种药物 那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精准的这样一个概念 然后我们要把它的疗效提高到 放到最大的这样一个程度 把它的不良反应或者叫副作用降到最低 这是我们临床医生应该有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 对我们医院医疗机构的管理者来讲也是这样一个目标 那么其实药物精组学不仅仅是我们在中国 现在我们在讲 其实美国APA年会这是在2014年 我算了一下应该是第167届APA年会 在这个年会上因为我是本人 这个曾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是每年都要参加的 那么最近因为是种种原因 这个参加的不是太多 在这个会议上应该说是全球 我们精神医学界是最大的一个会议了 那么至少有一万八千个来自全国各地的 这个精神科大夫聚集在一起 每年的五月份在全美和加拿大 一共十大城市轮流坐庄召开 那么在167届这个年会上 它APA年会它创立了一个奖 叫David Merzak Memory Award 这是一个纪念奖 这个纪念奖是什么意思呢 它主要是用来表彰 在药物的基因主学领域方面 有结束贡献 那也就是说 尽管我们精神医学界 对于我们精神医疗方面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我们确实是在往前走了 而且在这个长征的这个路上 确实是有很多的一些学者 他们做了重大的一些贡献 那比如说David Merzak 他就是其中之一 那么这个奖颁布以后 那么其实在全美包括在全球 其实这方面的影响反向很大 我这里就简单的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David Gordman 他来中国来过好多次 我们在国际会议上经常看到他的 他主要是在神经遗传学方面 在全球是非常有经验的 那么在药物基因主学 那么作为我们精神药物的选择方面 他的做的研究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他都给予了很高的这样一个评价 因为我们再回到我们临床实践当中 我们在这边 我们有很多是我们精神医学的通道 或者是我们综合心医院的心理科的 临床心理科的或者心臻科的通道 或者是从事比如说神经内科的 消化科的心内科的 内分泌科的这样一些通道 他们可能在临床上经常会用到 不同种类的一些精神类的一些药物 那么我们以往的一些 在治疗当中的一些困惑 就是发现个体差异比较大 所以我们往往是以一种盲目的 这样一种试错的这种方式 A药物行不行不行换B药物 B药物行不行不行 C再不行再低 反正一个一个轮着来 那么这个既浪费的时间 又具有非常大的一个盲目性 错过了这个治疗的一个好时机 又增加了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那么如果我们从行政医学的这样一个角度 这样一个思维 是不是能够做到精准医疗 或者接近精准医疗 那么应该说基因监测 检测它是一个线索 是一个方法 它直接可以改善我们治疗的 目前的存在的 诸多的这样一些 未达到需求的这样一个状况 其次就是缩短我们的治疗的一个周期 对于我们初次用药也好 或者复发的一个再用药也好 其实都起到了一个指导的一个作用 那么大家可能要问 因为基因检测可能要花费不少钱 是的 是要花费钱 但是如果我们从卫生经济学这个角度来讲 你这些钱是不是值得 这是有待于我们进行研究的 那么在这方面国外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 就是比较你用了基因监测 和不用基因监测 它的医疗成本到底怎么样 它可以从细胞生素P450酶 比如说奥迪6 RC19 3S等等 ERR等等 这样一些跟治疗的应答 不良反应 代谢 耐受相关的这样一些基因 都把它拿出来做一做 做何不做 结果发现它的治疗成本不是增加了 而是降低了 有的降低可以达到60%多 有的可以降低30% 不管怎么样 它有很多 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来讲 是非常核算的 而且能够减少它的一个医疗的一个成本 那么从目前我们对于国际上 这个药经主学方面的最新的进展 我想在这里也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分享 那么其实美国FDA 包括欧洲的 加拿大的 日本的等等 它们都有相应的 就是食品药品管理局 我们中国是CFDA 也有类似的这样一些机构 那么他们在国外就做了很多 药物基因主学方面的一些临床研究 他把很多的一些精神类的药物 它增加了一些基因标志物 也就是说每一个药物它的特性 我们可以像阅读说明书一样的 马上就可以了解 它的一个特性基因的标志物是什么 这样的话就很容易使得 我们在指导我们的一些临床 那么这是我们国家卫健委 那么这是因为当时在2015年 所以叫做国家卫计委 计生委员会 那么现在是健康委员会 那么其实它已经在这个三年多以前 就已经颁布了 对于27个基因40多种药物 尽管它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确实对我们临床 还是带来了很多的这方面的一些 这个一些线索一些依据 在年前我在国家这个药监局 开了一个会议 这个是一个小范围的会议 那么其实国家卫健委 现在也是创导大家一些新药的一些研发 那这些新药的研发 其实也是有利我们 就是国家在这个药物 这个治疗方面的 这样一些新的一些政策性的 这样一些文件 我们主要是制定这样一些规则 来鼓励各个领域的这个同胞们 来参与到这样一些新药的研发 因为我们国内这方面 应该说还是做了不够 做了不够 那么从精准用药的这样一个 这个主题来讲 那么有很多的研究方法 一般来讲三种 一个是药效动力学的基因的一些检测 一个是药带动力学 还有就是毒性基因方面 我们这里罗列的中间有很多 那么这个里面它实际反映的 就是它的药效 它的不良反应 以及在体内体外的一些功能的 学的一些实验 因为有很多开始在体外 然后在体内等等 那么包括不同的人群的品种族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国家 所以不同的一些种族 它的基因的一些多态性 可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 基瓦斯的一些分析 来进行一个筛查 然后我们对于一些 这个筛选出的这样一些位点 再来进行深入的一些研究 从而使得确定 某些种族 这个某些疾病 比如说抑郁症 或者经负分离症 它的一些基因的一些特征 那么我们随便举个例子 这是通过Giwas 这个全基因组的一个关联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高显著点位的这个两个 两个 中间的是不太显著的 那么后面是不显著的 这样一个位点 那么在这个上面 我们就可以针对 这种高显著型的位点来进行 这方面的药物的一些选择 那么同样 这是精神分离症用药的一些相关的 一个基因的位点的一个筛查 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effect size 这个效应值 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携带了这样一种 变异的一种位点 其实对于这个药治疗的一些效果等等 都会产生不同的一些影响 所以这些都是跟代谢 因为酶的一些活性是有关系的 2D6 2D19 这个通过细胞使用P450 酶它的一些基因的一些位点 来得出这样一些依据 这也是我们讲的 在我们药物治疗过程当中 我们经常会讲 这个人代谢很快 这个人代谢很慢 如果快的话 那你这个剂量 如果还是按照 基本的这样一个剂量范围的话 那往往不能达到 临床的一个疗效 而如果代谢比较慢的话 同样它可能会产生 那种蓄积的这种效应 使得产生它的一些不良反应 所以这里我们 罗列了四个代谢型 从超快代谢到慢代谢 当然也有五个七个 根据它不同的情况 我们来进行一个判断 这个就好比喝酒 有的人喝一斤白酒 它什么事情也没有 因为为什么 它代谢特别快 有的人喝一勺啤酒 那就已经醉到了 因为为什么 它代谢特别慢 然后就是 这就个体差异 跟代谢有关 那么这种基因的 种族的这样一些频率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不同的基因当中 我们看到欧洲的 非洲的 这个中亚 东亚 南亚等等 其他的丙图 你看他的占比 什么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里面 我们就需要通过 不同的种族 我们来了解 某一个基因代谢的 一些特殊性 那么有关基因组学方面的检测 其实目前在美国做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 但是我同时还知道在英国其实也蛮早就有 事物资药这个企业 一些研究所在这方面做的一些工作 这些工作呢 往往对于我们这个药物基因组学的检测方面的一些发展 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起到了一个基础的一个工作 现在我们美国我们知道像 美药诊所 HAMP诊所 包括其他的一些WINNER 这个精神治疗中心等等 他其实用了很多的一些基因 这个药物基因检测的一些设备等等 跟我们国内有很多是 都是一致的 都是相配到的 所以这一点呢 我想在我们国内 其实我们技术方面应该说也不落后 也不落后 那么这里呢 有一个实验 这个是一个临床实验 从2012年到2015年 开展了一些临床的一些研究 这些clinical trial 其实也证实的 这种基因检测 它是可以指导我们的临床用药 从而能够显著的提高我们的临床治疗的效果 这是比较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他的这样一些研究 这样的研究 这也是发表在比较好的一些杂志上面 应该说也是作为一个经典 就在我们药物基因组学研究方面的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发现在梅奥诊所 他们一共在这个30年当中 开展了这个五项的研究 而这些研究确实也比较了 就是用这个基因检测作为指导组和标准指导 就是他没有基因检测指导的 就是两组的这样一个对比疗效 结果我发现这种差异性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从这个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他通过基因组学其实一模了然 我们就知道绿色的 说明是可以作为一个首选的 那么黄色的就作为一个谨慎选择的 那么红色的就是提示你最好不要去选择 所以这个对我们临床医生的一个指导作用 应该说是非常明确 非常明确 那么这是三个不同的 这个比较的这样一个domain 我们叫这个纬度 一个是从症状的好转情况 第二个从药物的那个硬搭的一个情况 第三个就是从症状的这个缓释的 就是改善了remission remission就是症状的这个痊愈 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进行一个评估 这主要是对医生患者 我们都可以发现 那么很明显在药物基因检测组 它的一个指导主要比Nguided主来讲更好 所以它的一个统计的差异是比较明显的 比较明显的 这里是Ginsight这样一个项目 是美国的一家公司 那么它是生物基因的技术的这样一个公司 成立已经28年了 那么它有一个子公司 子公司它其实所做的 主要还是在精神类的一些药物 那么这些精神类的一些药物 归于对医症焦虑症 双向障碍 PTSD 常常有应急障碍 抢护症 精神规定症等等 这样一些适用建议 所以应该说它的一个资源 包括它的一个历史 是比较长的 那么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 也就是它有75万的患者 在Ginsight这样一个项目当中获益 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人群 有27,000多家医疗机构 在使用这样一个Ginsight 我知道我们国内在这方面开展 其实还不够 特别是正规的 正规的专注于精神科的 这样一些研发的 这个药基因检测工资 现在其实是非常非常少 非常非常少 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Ginsight这样一个 检测指导用药的 这样一个方法 这样一个措施下面 它的有效率可以至少提高两倍 所以这是就我们的结果来讲 所以我想这些都是在APA年会上公布的 公布的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我想这个应该说是比较具有它的一个科学性 而这是它的一个具体的临床 实验的一个操作 大家可以看到就在全美 在26个州的60个研究所 他招募了一些医生患者 观察24周 他根据不同的一些标准 Quiz这样一些评分 包括18岁以上的成年人 这里因为实验关系 我就不详细把它的一个录组标准来讲了 那么最后就是女性患者是占了71% 而且随即分为两组 一组是有Ginsight 基因检测结果 参考的 从来来开举这个处方 一个是没有的 普通组 所以分别是560例 和607例 那么最后的它有 就是黑密尔登预量表示期限 小一等于期分 作为remission remission 作为临床治愈 减分率大一等于50% 作为有效 Response 所以这些都是作为它的一个标准 那么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绿色的黄色的和红色的 也就是告诉我们 通过检测这样一个12个基因 就提出了 对那么多的 抗约剂 比如说有几种药物 比如说有三种药物 它是可以作为首选的 还有比如说七种药物 它觉得是谨慎选择的 那么还有就是设计种药物 它是作为一个 不要去禁忌的 或者是有可能会产生 严重不良反应的 药物疗效是不理想的 所以对我们临床医生 应该说很方便 一看就知道 所以这是它的具体一些结果 八周的结果 我们看两条线 上面一条线就是它的有效率 就是response rate 还有下面一条就是remission rate 从它的一个基因检测的结果来知道我们的临床研究 我们发现它的有效率和它的权益率都有很明显的一个改善 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来选择这个它的一些检测的一些方法 其实方法有很多 当然我们这个里面还是要通过这个药效基因 药带基因 毒性基因 他们所相对应的这样一些方法来进行这个临床的一些选择 我们首先得出一些综合的一些表情 然后结合数据库 那么在这里我想也是要提一下上海康林 因为在这个药基因组学院的这个研发方面 特别是在精神类的药这一方面 它的那个应该说数据库最完整 那么它的一个这个数据量也是最大 那么它的这个应用的这样一些检测的一些设备 跟美国梅奥这个等等这样一些机构都是相同的 所以它的临床的一些对患者的一些治疗的一些 这个指导方面更加具有科学性 而且它的说明书的那个表述 应该说也是最规范的 所以这个我们还是比较可喜的一个方面 那么这次有关这个在抗疫药 抗精神疯症 抗精神病药 抗焦虑药 抗颠检药 以及其他的一些药方面 它都有不同的种类 一些不同的味点 它都有这样一些标示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药物基因检测方面的一些报告 这是一般的一些基本的一些信息 包括具体的送检的时间 包括的时间 受检的人员的性别年龄 民主 包括它的这个检测的项目等等 所以最后呢就是可以看到 就是不同三种颜色 往往提示的 我们这个临床 这个药物选择方面的这样一些指导 这是一些指导 那么就是按照这样一个不同的一些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一些药物当中 它的一些选择的一些列表 那么以西奈普兰维利 它可以在这个检测当中 它有一些解释 包括存核子 杂核子 等等 这个呢 因为我们其实可以通过一些 最终的结果就可以了解 它实际的一些情况 如果大家感兴趣呢 我们在后面 我们进行一些讨论环节 来进行一些交流 那么这就是我们在国内 应用的一些药物检测的一些报告 一些报告 一些存核子和杂核子 那么它采样的方法很简单 一般呢 我们可通过口腔粘膜的透露细胞 就可以做进行检测 但是我们也可以用全血的 那个手指的这样一些检测 那么根据不同的情况 一些患者的可接受的 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它的技术平台 就是它的一个机器的一个检测的 总体来讲 归纳为精准 应该说它的准确性是非常高的 达到99.7% 那么第二个呢 成本 成本总体来讲还是比较低 比较低 第三个呢 工作流程比较高效 全部是自动化的 第四个呢 就是相对比较灵活 比较灵活 就临床应用相对 包括检测内容 它有很多的一些套餐啊等等 那么最后呢 我想把我们精神类的药 基因检测的 适合的人群 其实它是全覆盖 当然我们根据需要 一般我们首发患者 我们尽可能需要找到一个对的药 合适的药 能首发患者 其实就可以做 当然也有的时候 因为中毒原因 或者是碰壁了 到处碰壁 试药 试错 反复用了多少种 但是老是不好的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 就需要用基因检测来帮你 来指定某一种药物 可能更好 第三个就是反复发作 很容易复发 也不知道到底什么原因 是不是药物的原因还是患者 一种性的问题 还是医生这个治疗理念方面 不到时间就让他停药了等等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这样一些检测 对患者的一些检测来进行 那么另外一个要强调的就是 我们现在发现有很多患者 特别精神那个患者 他的治疗的一种性比较差 一种情况下有很多原因 有的是药效的问题 包括药物选择不理想 第二还有一大原因就是 他的不良反应 负准比较大 患者耐受不了 他坚持不了 所以他想尽办法 千方百息的就是 减药 停药 藏药等等都有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基因检测的 这个适用的这样一个人群 而且我们知道现在越来越多的 就男子性的患者越来越多 随着病程的延长 随着社会心理生物因素的 比如说年龄的一些争灵 等等带来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总而言之 应该说药物基因检测的应用的人群 应该是非常非常广的 但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思路 举行考虑的话 那么在这方面应该说 还是会有助于 他们相对比较精准的 能够达到我们整个治疗的这样一个目标 好的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先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 那我们非常感谢陆教授的精彩 这个问题的话是 把基因检测后用药的有效性怎么样来保证 应该说我们最多的我们还是从基因检测报告 这个它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理解 因为这个报告其实也是从遗传角度来讲 对我们临床药物的指导提供一些比较客观的指标 所以如果我们按照这个说明书 优先使用蓝当中的这些药物 这就是作为一个首选药物的一个使用了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绿色的 那么但除了基因之外 当然影响药物有效的因素也很多 比如说我们可能也要注意 比如说他这个平时也喝酒 喝茶或者喝咖啡等等 可能对药物这方面都有一些影响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检测报告 药物的检测报告来进行这个选择 如果碰到有治疗效果不理想了 那么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调整 好的谢谢 那接下来有一个问题 问的人比较多 很多在线的朋友都关心 我们在做药物基因组学检测的时候 取样的一个问题 有涉及到口腔柿子的样品 然后也有一些是血液样品 那这个的话 这两种样品 他在做药物基因组学检测的时候 是不是都可以呢 然后他的准确度是不是一样 这个倒都是可以的 这两种检测的方法 结果应该说都是非常准确的 因为口腔取样呢 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无痛无创 所以取样的过程当中 可能患者的可接收度可能比较好 比如说你在那个口腔里边来回窝吞 10到20次 那么就可以完成了 但之前呢 我们当然半个小时 我们要清水的漱口 减少可能口腔里边 有一些食物的沉渣 这样的话对减刺可能有些影响 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是有口腔汇疑 那么可能不适合 不适合这样一个口腔的这样一个取样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采用一些采学的方法 同样当然采学方法它就是有创 等于说 当然这个都是可以接受的 稍微有点痛 有点有点有点这个有创的这样一个情况 但它的结果应该说是一致的 谢谢 好的谢谢陆教授 那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就是提问的比较多的 就是关于做药物基因组织检测的时候 大大小小的现在公司挺多的 怎么样去选择这些公司 那是不是这些公司的 它的一个在精神的检测这产品里面都是一样的 然后提供了一个报告结果呢 也是不是都一样 其实呢 选择公司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上海康黎啊 到目前为止 应该说是我们国内相对来说 无论是在技术上 从科学性 包括它的这个数据库 包括它的报告的规范化 这方面应该说是最强的 最强的也可以说是 是一个代表 是一个代表 使得我们医生也是放心 我们患者家属也是放心的这样一个公司 因为它有很多的一些检测的设备 它跟美国美奥诊所他们用的都是一个规格 一个这个仪器 所以这又保证了我们的一些它的一个技术方面的一些优势 另外它数据库比较全 它有很大的这样的数据样本 对我们比对 这个它的不同种族的 它的基因的一些特征 它具有一个比较可信的这样一个依据 当然我想数据库以后随着临潮的不断的使用 它还会逐渐的扩大 所以这方面它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好的谢谢 好 非常感谢陆教授的耐心解答 那因为我们直播呢 在这的话就马上就要全部的结束了 如果线上还有很多的关注朋友们 如果想了解MASDRN核酸制度这个技术 或者说药物精主学检测方面的一些检测方案呢 可以通过我们这个PPT上面的 China Marketing at Aginabio.com 这个是我们的邮箱可以联系到我们 那么对于今天的这一个 播放的这一个直播课程 我们也会在这两天之内 会把它上传到Aginabio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AginabioSense 在产品中心的再信课堂里面的话 到时候大家可以随时的去观看这个视频 那么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 谢谢陆珍教授 也感谢今天在线参加的每一位听众朋友 非常的感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再见 再见 谢谢 谢谢 好